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消费观察 我是不爱消费的消费 这一周的时间我是和朋友去南京玩了 所以今天回来跟大家更新一期 我最近在朋友圈微博 还有自己的一些社交媒体上 发现的一个事情 那也是基于台湾的一个影片 关于我变成鬼的家人那件事 那这个片名实在太长了 我的朋友们都说 你有没有看许光汉的新的影片 那就是我们把它简化为鬼家人 比较顺口一点 没那么长比较难记 那这个戏也是8月10号这一天 我身边的人都在说 这个信息可以通过流媒体平台Netflix 可以去收看了 那我相信我身边那些朋友 也是花了些手段去看Netflix也好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流媒体平台 看到了这个影片 那我之前对这个影片 其实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海报有点眼熟 后来我发现原来在台湾地区 这个电影是2月10号就上映了 那么在香港的朋友 我看也是五六月份 就看到了这个影片 那么像我们这些大陆的朋友 是8月10号 很多人是 很多朋友是凌晨 还在看许光汉的屁痞 就是这个电影 然后我还没看的时候 我就知道电影的一个卖点 就是许光汉 他为这个艺术现身 然后许光汉的话 其实我知道他是这个想见你的这个男主角 那这个电视剧在大陆还是挺出圈的 想见你的这个故事情节也好 他的这个轮回也好 包括在这个他的版权还卖到了这个韩国被翻拍 这其实是对他这个剧的品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佐证 还有一些更资深的影迷 可能之前是看过这个许光汉的阳光补照 那这个电影我是没有看过的 所以我只看过他一个剧 那么包括他的这个形象 他又演了一个大热的剧 所以其实在大陆 他的这个女粉丝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我身边也有一些这个LGBT的朋友 他们对于这个许光汉的大尺度进口 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他们也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让我对这个影片还没看就有一个意识 然后我是在这个8月12号的凌晨看了这个电影 我觉得这个整个影片的氛围 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轻松幽默 然后又加了一些破案和悬疑 那这个电影在大陆 我相信是没有办法供应的 那因为这个戏 他是讲这个同性恋婚姻和这个闽婚的 闽婚其实是在大陆 不太可能拍出来的一种宗教的 一种落后的一种习俗 那么同性恋呢更是如此 那台湾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 他19年就已经通过了这个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 包括他今年5月份 我是知道这个同性恋可以任养这个子女 这其实是台湾在整个亚洲地区 我觉得在同性恋的这个立法上面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案例 然后在中国大陆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 那各种邮票上面其实都 这个印刷了非常多的人口 就是暗示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多生 包括取消了这个之前的计划生育 然后开放这个二胎 开放三胎 但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少子化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 他更不可能谈到说什么同性恋合法呀 包括同性恋也可以任养子女啊这种对 那这听起来就像是这个天方夜谭了 但是那反观台湾 那这个他在这块同性恋婚姻的立法上面 我觉得就是走在整个东亚国家前面的 那这个电影我觉得看下来有最印象深刻的几个啊细节啊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徐光汉啊 他这个裸露啊 就包括很多这个LGBT的朋友 看他看他这个非常性感的翘臀 然后他又是被这个毛毛附身了之后 在马路上面裸奔啊 对着这个刘冠廷演的这个警察是唱跳舞娘 然后又有跳钢管的这个动作 但是这个跳钢管的动作应该是个裸替 那我觉得这一次徐光汉他为了这个艺术先生吧 也是非常的有魄力和勇气啊 我觉得值得赞赏 而且他演的这个啊 武警官啊 也是一开始这个孔童去抓一个这个同性恋犯的时候啊 都不让别人碰 然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刻板印象啊 会给同性恋贴标签啊 说他们就是无非就是乱搞打炮吸毒啊 还能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啊 就是这种人啊 就是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刻板印象 包括吴警官他其实有一种不自知的艳女他对于他身边的这个啊女警官啊这个林子琴也就是王静衍的这个女警官其实是有一种不自觉的一种艳女的啊 包括给予他这个证据啊啊想要去保护他啊然后他的平时那些言语上面也说过给长官别个凶花就能晋升然后还有这个啊生理期的假啊这些其实潜移默化中体现出他个人其实对于女性啊 其实是有一些艳女的一些情节在了但是光汉其实在戏中用很多闽南语也是讲了很多这个脏话包括这个林子琴说他干的事情啊 他的生殖器不会超过三厘米啊 但是这个徐光汉讲了一句林北19公分不含头啊 那我觉得这一幕印象让我非常深刻啊 对这个才词在大陆那更是没有办法上映的啊 对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啊 黄腔的这么一个台词啊在大陆的这个审核机关是不可能让他过审的那对于许光汉的一个影响就是这样 然后再讲一下第二个这个男主角啊这个电影应该算是这个双男主啊就是 林百宏林百宏其实我之前看过他的一个剧就是在华敦初上里面他演的这个爱莲的一个学长 一个杂志社的一个记者对然后他的戏份我记得也不是很多啊但是这次我觉得他演的还是非常的自然 啊然后有这种啊聊斋之意里面啊蒲松林比下来这种小鬼的感觉 我觉得他演的挺搞怪又挺自然有种松弛感啊也是对这个 啊徐光汉演的这个警察一开始问他叫我死gay还是叫我这个老公 啊我觉得这一幕也是非常的有趣吧然后许光汉啊一开始也是孔彤的这么 一个种心理啊然后我觉得啊这个仔细去 剖析啊许光汉他其实是一种他演的这个武警官一开始是把这种 LGBT的人群当成一种 鬼啊鬼怪啊 其实跟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呼应上了啊关于我与鬼啊变成家人 那件事啊就是他其实也把LGBT当成一种鬼啊 这个其实通过之前蔡康永在康熙来的里面也是讲过啊就是我们不是妖怪啊 其实我觉得啊很多孔彤的人其实都是把这个同性恋人群当成妖怪的 但其实事实上啊同性恋跟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啊他们对于爱也是他们对于这种亲密关系也是有一个啊非常正常的一个需求的 那长久以来的直男都是以这个性的主体的形式出现了 所以他们很难接受他突然变成了一种啊 客体啊他被这个女性化被女性化这正是直男最恐惧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看到他们这个闽婚啊这个婚礼拜堂的时候 然后这个主持啊闽婚的这个司仪说 这个新郎零号啊这个可以看到当时都是个徐光汉啊他演的这个武警官是非常排斥被叫做零号的 啊一定要改口叫二号啊就可以看出他这个骨子里啊对于这个孔童的一种心理啊 当然在后面啊慢慢呢 他其实解开了对于啊这个同性恋的一些啊刻板的印象 然后毛毛的话呢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啊挺不幸的人啊 他其实对于啊他之前跟他的这个男朋友家豪的婚姻是有一种非常啊 强烈的一种执念啊包括他死了之后他还是想要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家豪过得怎么样啊那这个家豪的选举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绝啊 那之前两个月这个台湾的整个这个娱乐圈的大地震里面 叶亚伦他的戏份也是很重的对吧知道他和菲伦海成员之间的这个 爱恨纠葛啊他跟汪东辰之间这些说不清道明的一些关系 然后叶亚伦之后又有被别的男士是指控啊 这个性骚扰这个性侵犯等等啊 所以叶亚伦演这么一个家豪的这个角色可以说是这个本色出演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啊导演真的非常的绝而且当你知道叶亚伦他 啊他的这些隐隐狗狗的事情之后你发现他演的这个家豪 就是把把这个角色拿捏住了就是他演这么一个同性恋的渣男真的是没有 更契合的了啊这个真的是神来之彼我觉得啊 然后的话这个女主角王静啊我觉得王静在这个戏的戏份 其实 并不是那么重要啊而且他其实 啊他的一个转折又是比较的突兀吧相对来说是 我觉得是有些突兀的啊然后我觉得他的存在也是导演想说的对于 女性的一个偏见啊就是 啊这个他是不是一个花瓶 包括他警局里的这个同事也在遇论啊这个 林子晴警官他的这个上位是不是因为他跟别的 领导有关系啊就是背后有背景啊直到最后这个林子晴啊他的这个 啊跳反之后他说你们把我当花瓶我把你们当白痴啊我觉得 这一幕啊 稍显突兀啊但是我觉得王静演这个角色 啊虽然缺少了啊一个这个剧情上的一些铺垫但是我觉得他演的还是 挺不错的啊包括他之前演这个人选之人啊我之前看过他的这个 月老那华东车上里面有他的这个戏份其实我看的影视作品王静的这个出现率也是挺高的 那王静之前在这个人选之人里面的这个 表现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出色那这个电影的话呢我觉得还是 有一些遗憾的吧就是可能他受制于这个 剧情啊能够发挥的余地啊并不算特别多 然后我再去查了一下啊这个电影的导演是 陈伟豪啊之前我是在电影院里面看过他的这个 《鸡魂》 那这个电影是张震和张军宁年的啊 当时我在大陆的这个影院里面我都非常的吃惊 因为他的这个题材有一些软科幻又加上了这个 同性恋 然后还有这个宗教 邪教 悬疑 伦理关系啊 就这是这么多元素啊 杂入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电影 居然能够在大陆的影院上映啊 他的这个 做RNA移植的这两个公司的老板啊 这个 王总和这个 李敏顺眼的那个科学家啊 他们两个其实也是一种 没有明确戳破的一种同性恋的一种关系啊 居然能够 过程啊 在大陆上映啊 我当时觉得是一件非常 我当时觉得这个 大陆的这个审核机构 难道是 突然之间开放放开了吗 还是他们并没有这个 真的看懂 那这个电影当时让我印象觉得挺深刻的啊 所以我觉得 陈伟豪导演 他是比较懂这个 LGBT人人群的 他自己是有一个比较 深刻的一个观察 洞察和理解在的 那这个电影他并不是一个 啊 这种讲 啊这个 情情爱爱啊 这个同性恋之间的一个故事 他加入了这个 非常轻松 这个幽默啊 也是比较适合这个 全家观看的一个电影 然后又有破案啊 和这个悬疑的 因素啊 我觉得 也是融合现在这种商业篇 啊 比较受欢迎的元素 啊 然后也是探讨了一些 叫我sky 还是叫我老公 然后包括这个 直男就是这个自大又自恋 然后永远搞不清重点 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有错啊 在这边这个恼羞承怒啊 那就是直男那个刻板印象 还有好看的女生就是花瓶啊 这是对于这个燕吕的一个标签 包括对于这个同性恋啊 叫这个sky 然后 觉得他们这个生活 比较淫荡 然后这个 除了这个 科药 就是打炮 这些 刻板印象啊 其实都是这个导演 想要 让这个 观众啊 通过这个影片去 啊消除这些偏见啊 希望这个偏见少一点 啊然后 对于其他人更能包容一些 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 啊 毛毛的奶奶和毛毛的爸爸啊 这个毛毛的爸爸的演员叫这个 拓宗华 我觉得他演的非常好 之前我是不知道这么一个演员 但是这个电影看下来 我觉得 啊这个拓宗华老师 他的演技啊 让我非常的佩服 啊但是光角色而言 其实他演的就是一个非常东亚性的一个父亲 啊他从一开始 对于这个 儿子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不理解 啊不支持到后面啊他这个 撞破了啊这个 家豪和另外一个 人这个劈腿啊 然后他了解到他自己儿子的这么一种境遇 他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啊只能去拒绝 导致了这个毛毛的这个意外生故 我觉得这个父亲啊 其实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一个 东亚的一个直男父亲 然后这个奶奶又很有意思 奶奶其实他做的这个敏婚啊 其实是继承了这个孙子 对于婚姻的这种执念 其实还是比较 啊这个封建啊 这个比较 古板和老旧的 但是呢 他对于孙子的这个性倾向啊 他又是非常的包容 他觉得 男孩子也没什么 包括这个最终讲到这个红包 的是这个武警官 他也觉得 没什么啊 他成为了这个毛毛和这个武警官啊 当中的一个桥梁啊 最终 达成了这么一个明昏的一种仪式啊 推进了后面这个剧情啊 所以我觉得 啊他们两个人 啊的这个价值观啊也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价值观的对比和冲突 也是这个电影当中啊 比较有 啊比较鲜明的一个对比啊 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最后我再说一下这个电影的结尾 我觉得毛毛呢他还是挺让人心疼的 就他一直有个执念就是希望知道这个 他的这个男友家豪是在乎他的 但是但是通过武警官的这个登门拜访 他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之后呢 啊我觉得他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执念未消的啊 然后他这部分的执念呢 反而是通过他的这个父亲 我宗华老师演的这个他的这个父亲啊 对于这个 儿子这个默默的这种关爱 这种东亚父亲的这种自我感动所折服啊 最终他的这个执念消散 然后就回到了他原本属于应该他 啊去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结尾如果不是收在啊 这个毛毛的父亲对毛毛这种内敛又深刻的这种爱啊 可能会更好一点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个电影呢 欢迎在这个评论区告诉我 好了那这一期的消费观察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您帮我按赞订阅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